这些数据的话大家可以在这个Github和它的一个官网里面的一个地址 就是OxCGRT的一个Tracker系统里面都可以看到 然后它的数据就是它Data是从我们公共的一些数据来源 像文章或者政府里面发表的一些数据或者新闻上提取出来的 然后底下的话我用那个从它导入的一些数据从里面截了一部分的图 就是我这边截到它这个C1到目前C6它就是都是0 也就是说还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个情况 那刚刚介绍了就是说它C1到C8 然后E1到E4 然后H1到H5的这个一些基本情况 大家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个指标 大多数都是按照那个Odino的这个顺序去进行量化的 就是它的这个Odino那分为不同的分数去反映它这个防控的严峻程度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 然后除了Odino的话 还有就是一个不同的Numerical 不同的数值表示 像一些里面反映到的一些经济指标呢 它有几个会就直接用那个USDollar的Value去对它进行描述 就这边我列举到了从C1到C8 还有H1到H3 H1到H5 包括E1里面提取到的一个E3指标 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就是它的这个0 就是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然后1的话一般就是就是有Recommended Closing 就有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些措施 然后2的话就是2、3 就是根据它的那个采取 在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域 第一个1的话应该是Score Closing 相关领域采取防控措施的这个等级跟程度进行划分 这边从E1到H3的话就是这个Audino 然后H4、H5和E3的话标紫色 这个就是Numerical的一个数据描述形式 的看法是G3不准备的 下手的这个源 就像前侧的